我一楼不怕针对 拿了个夏师傅 对面翻手锁了个马超 这自从马超的打法 改成放线支援吃中线以后 他是完全不把我夏师傅放在眼里 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残血流伤 想把他收了 还想跑 大闪 大闪了 但是没有完全大闪 不过问题不大 对抗路换辅助 亏吗 完全不亏 你裤衫都亏没了 还不亏呢 先别管这个了 我发现啊 只要那个马超 他使用放线去吃中线的老六打法 任何对抗路拿他都没有办法 我在线上根本就见不到他 就是他的兵线爱亏几个亏几个 他不管 他就要把中线吃完再回去 这个办法确实可以解决 马超在线上容易被克制的问题 美中不足就是随即折磨一名中单玩家 马超喜欢吃中线是吧 在路上拦截他 打他一套 看这个手感 他就是没出肉装的 脆皮马超 满血及时展下线 月塔 直接带走 啊 兄弟们 你们仔细看这个轮盘 他那个推塔键是亮了 但是我没有点啊 我点的是这个大普攻键 为什么会A到塔上 我不理解 我想不通 而且我们这个战绩 怎么就二杠七了 不过没关系 很多时候你二杠七 他可能打着打着就二杠八了 是吧 咱就是说对面的猫咪 裤衩子都让马超搜刮干净了 怎么中路一塔还没的 我真的服了 哎 你分了兄弟们 你分了 看我们家这个阵容 也不太像有希望的阵容 在好几个赛季之前 有这么一句话 叫绝境看上单 不过现在不行了 现在上单拉了 绝境上单也没有办法了 不过好在我是个夏洛特 对面这个马超 除非一只放线打支援 只要他敢给我打线上 别说带个流扇 再叫两个人也没用 李白过来 直接给他沾走 马超你想往哪跑啊 一技能没打到 戳你屁股 拿下 姚妹坚持一下 我等波技能cd 好了 一技能 戳上去 大招免控 先把这个流扇斩了 猫咪往哪跑 拿下 今此一一定唤醒了 马超血脉中的恐惧 但他还敢上来 身后一定有人 加速 先往前拉 规避技能 等被弄要消失的时候 再说回去 大招减伤 七星光门剑减伤 二技能往后拉 马超是怎么还敢追的 再斩他一发 马超撕血了 想跑 姚妹直接把他抬走 还有这个流扇 那白想活着 闪现了也没有用 队友把他抬走 好 拿下两枚助攻 其实马超想打赢夏洛特 只能放线支援 然后带着队友来抓 他前期处理的是很好的 只是有了小优势之后 着急了 四个人就想抓我 送了个三杀 这里边还打红muff 拿来吧您 不得不说 有姚妹跟着 勇气值真的很高 拿下 只不发现 对面竟敢欺负的兄弟 可恶 指定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先闯死李源发 这李源发怎么都死了 他去游泳圈 他这转呀 好疼啊 这波进场实际不太对劲 被四个人包围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哎 流扇跑什么呀 是我玫瑰剑 是不够吸引人吗 这不是流扇吗 终于要我逮到了 之前每次刮流扇 总是上了迷点点 这次坐下 终于切掉流扇这个大C了 还剩个海尔兄弟 舒克和贝塔 往哪跑 拿下 懂不懂什么叫 对抗路的压迫感呀 对抗路 马超呢 原来马超背着我三杀去了呀 先把李白击飞 七星摸摸剑 排走 对面马超其实有操作的 但是我不得想这种 边路寒线的大法 如果是个工具人中单 吃了就吃了 对吧 但是在路人局 搜刮猫咪的中线 先不说情绪问题 单说经济 两个人都发育不起来 我觉得面对夏洛特的时候 马超的队友 可以选一手金蝉重担 不仅可以让经济 还能限制下师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